这再来念佛法门 是仆背三根 今中至今 这个法门 上中下三根 全都用得上 上上根人 等居菩萨 下下根人 无间地狱众生 无间地狱众生还能得住吗 能 为什么能 他过去生生世世修念佛法门 谁修念佛法门的造地狱业 他不能往生躲地狱去了 这些人谁渡他呢 地藏王菩萨渡他 地藏王菩萨到地狱 也渡有缘人 要是过去生生世修念佛的 地藏王渡不了 都是念佛人 都是修过这个法门的人 造作众业 躲到地狱 让菩萨来渡他 让他 醒悟过来 认错 忏悔 后不再遭 发愿求生净土 阿弥陀佛 都来接 真正是 所以修法界众生 平等的土 地狱众生 只要是佛来接应他往生极乐时期 到极乐时期 他的品位 不见得是下下品 也许很高的品位 所以 对于做错事情的人 我们不能小看他 不可以责备他 说不定他将来 在极乐世界 比我们地位高 一切要用恭敬心对待 用真诚心对待 这一生没修复 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修复 我们怎么会知道 他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是被无欲六成 障碍出了 他对这个有很深的 情职 不肯放下 这是他不能往生 一旦觉悟了 他这一方下 他的功德心情 说不定我们还比不上他 一切法 都是决定在 阴念 这个阴念 就是 米勒菩萨所说的 一千六百兆分之疫苗 也就是疫苗当中 有一千六百兆个 一年 这么多的 你能掌握其中一年 就开悟 他真的是太快了 无法掌控 连绝察都办不到 怎么能掌控 这才知道难啊 难就难在这里啊 这个难呢 佛都帮不上 没有人能帮忙的 一定要自己解决 佛能帮助我们 只是把四十真相说出来 说清楚 说明白 解决问题 完全靠自己 就放下 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才知道 不肯放下 是真吃亏了 不肯放下的人 真是真错了 近是小路 小路是近路 近路当中的近路 没有比这更快速 更近的路 就是近从法文 说若不闻之此法 你没有缘分 没有看过这个近本 没有听过这个法文 这难于普温度有情 俗脱生死 这就难了 没有能力普温度 那就是上中下三根 你都能帮得上忙 准处准备 准备这个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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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等教菩萨 劝他念佛 他很快能够 那无论 哪一种更新的众生 遇到近中法文 都能普温度 而且俗脱生死 就在这一生 不要再等来生后世 这一生就解决问题 这是圆满利他之行 任何一个法文 不敢说圆满利他 准备确实圆满利他